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近代著名诗人陶元明曾祖父 本为颇阳人 后戏无疆寻养 赴陶丹 吴阳武将军 陶红 我要贪玩了 快帮我收洗完毕 一会儿坎儿来给我请安了 是 夫人 母亲 母亲大人 孩儿给母亲请安 母亲请您喝茶 好了 读书吧 孩儿告退 夫人 少爷每日给您请安的时候 为什么总是行那般大礼 你认为请安只是一个过程吧 难道不是 为人子女 行孝道不能只是过程 若是心存父母 做起事情就应该礼数周到 夫人说得极是 就这士兵怎么把马骑进院子里了 备于常礼的事情一定是有原因的 我们去看一看 夫人 为何这般慌慌张张 将军在前方等了重病 三日后就会被送回陶府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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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 让我来吧 夫人 夫人 这些活由我们下人来做吧 还是我来吧 别的大户人家 哪有几个像您这样亲力亲为的 都是我们下人在做 千人有千智 不能一同而语 夫妻 父子 母子同甘共苦 只有这样才更能体会亲情 嗯 懂了 你去读书吧 是 母亲 孩儿告退 请 请问您二位是 少爷 他们是 我们是将军的朋友 听说将军病重 特来探望 两位伯伯 请随我来 母亲 这两位伯伯来看望父亲 快请进来 您看 父亲见到两位伯伯来了 看起来精神都好多了 把公子叫来 是 夫人叫你 哦 知道了 母亲 母亲 你坐下 母亲 怎么了 你父亲 只怕十日不多 不 孩儿不信 母亲 您快说 父亲一定会好起来的 娘知道 你是个孝顺的孩子 可是 可是 夫人 您快去看看吧 怎么了 将军吐血了 我 将军 你哪里不舒服 爹 您别吓我 赶快吃药 这是我求名医 逃来的药方 看儿 你母亲 知书十里 贤 贤良 书得 以后 要多听母亲教诲 奉承大器 长大以后 要记得 记得孝顺母母 母亲 孩儿记下了 母亲 好 爹 您就这么走了 孩儿无时无刻 不再思念着您 小子 快点长大 长大了 好像父亲一样 效忠国家 好 少爷 夫人叫你去吃饭 你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 这样下去 会恶坏的 怎么 还不吃 少爷 整天待在里面不出来 赌物思人 少爷现在什么也不想了 只想着将军 我去看看 母亲 侃儿 你这样下去 会磕磕身子的 你爹在九泉之下 也不希望看到你这般消极丧志 母亲 儿太思念父亲了 看了 立身行道 扬名于后世 已显父母 孝之忠也 母亲 孩儿似懂非懂 人在世上 遵循仁义道德 有所成就 献扬名生于后世 从而使父母显赫荣耀 这是孝之忠极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我们要做到真爱自己 你既然心存孝心 就该发奋读书 以告慰父亲的期望 爹爹 孩儿知道怎么做了 如果您在天有灵 就祝福我们母子 孩儿一定会努力为桃家光宗耀祖 母亲 走 我们吃饭去 嗯 好 吃饭去 吃饭去 这 啊 不 拿着 谢谢夫人 啊 君子应当端正一关 保持自己庄严的容貌举止 凡人之所以为仁者 礼仪也 人之所以亦与禽兽者 以礼顾也 母亲 孩儿是坐累了 何况 这屋子里又没有别人 如果衣冠不整 坐姿不正 本身对圣贤之作 就少了恭敬心 今后又如何贤达于事呢 哦 孩儿仅遵母命 老爷 陶家确实大门禁闭 陶家母子在守孝当中 果真如此 贼 是 哎 竟然错过丧礼 真是失礼啊 老爷 您别自责了 您也是才回来嘛 陶侃守孝期间不便打扰 等他守孝期满 老爷再去祭拜陶将军 也不迟啊 嗯 陶侃三年守孝期间 家境静至酷贫 母子清贫度日 爹 孩儿守孝期间不能去做工 母亲日夜操劳 并无半点埋怨 孩儿只有更加礼敬母亲 祭拜父亲 和努力读书 才能回报母亲的辛苦关爱 陶母 常以贤良方正的思想 教育影响陶侃 陶侃 孝敬母亲 遵从母教 发奋读书 正道做人 久之便称为玉满香里的名士 康儿 你的孝期已满三年 换下身上的衣服 该加一件棉衣了 嗯 母亲 孩儿自己来吧 儿大母衰咯 够不着了 常山破了 早就该补了 母亲 您别说了 孩儿知道 除了这几件衣服 已经没有东西可缝补的了 孩儿穿着很暖和 母亲 天气这样寒冷 又连降几日大雪 沙麻也买不出去 母亲 家里已经没有米了吧 还有最后一点点米 我去澳洲 看儿 你先吃 锅里还有呢 母亲 我怕热 您先吃 这孩子 让你吃你就吃 天气 推让什么 我看儿子 就要来 走 干儿子 你先吃 我去你 你先吃 行 你先吃 到我来 我去吃 我吃 我吃 你吃 家境贫寒 无以为待 范奎乃薄阳地方笑脸 冒雪来访岂有不留客之理啊 这 你先出去留客 我自有办法 是 早就听闻范先生的大名 今日竟然亲自到访 陶侃不胜荣幸 屋里请 请 范奎见过夫人 快请坐吧 路途这样遥远 而且又是冰雪交加 你们一路上辛苦了 夫人 范奎素来仰慕 杨武将军耿直秉公之威名 但饮错过丧礼 守孝期间又不便打扰 所以祭拜来迟还望见谅 先生 这是心有忠义之人 夫人 范奎的素缘已经实现 我们这就告辞了 这怎么行 按照我们族内代客方式 你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 又是来祭拜将军的 怎么也要住一夜再走 不然陶家的风气就要淡漠了 夫人如此有礼 范奎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好 您请上座 堂儿 您和客人聊天叙旧 我去备茶 陶侃 这是少年英才奇异精湛 剑法贤熟 先生过奖了 不愧为将军之后 将来必成栋梁之材 先生 外面风大 屋里请 请 真是好文章啊 范奎不需此行啊 哪里哪里 先生太客气了 学生听得出先生的鼓励 文章一气呵成刚柔适度 将来必成大气啊 先生 您先看着 我去给您续些热水 哦 你去吧 母亲 您这是 家里没得吃了 剪下的头发还能换些银子 母亲 头发还会长出来的吗 看看你 家里还有客人 你都是大孩子了 还这么感情用事 粮食有了 可这冰天雪地的 到哪里去找柴鹤呢 母亲 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您就等着吧 哪儿弄来的 邻居大婶家借的 过几天雪停了 孩儿就上山 砍来还给她 还是砍儿聪明 娘这就开始煮饭 夫人 您这样做 是犯逵的罪过 您都听到了 来的时候带的粮草不多 以为您家 夫人 范魁此次来访 见到了公子的才华 却给您带来诸多不便 范魁深愧夫人的厚意 哪里的话 这都是应该的 若不是这样的母亲 哪里教会出 像陶侃这样的儿子来呢 成蒙先生厚爱 家父申故以后 还来祭拜 情义之厚重 陶侃莫尺难忘 陶侃是将门胡子 来祭拜将军 是范魁的福气 您也坐下 夫人 我是下人 这里没什么下人之分 都是客人 你坐下吧 你过百里了 宋君千里 终续一遍 就送到这儿吧 你回去的时候 天也该黑了 路上小心 好的 还望先生 一路多多保重 陶家人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啊 是啊 待客有礼 得之高尚 人之高级 嗯 母亲 范先生来信了 信上写的什么 范先生说 他拜访了卢江太守张魁 并在太守面前夸赞孩儿 张大人召见孩儿去做都游 兼任宗阳县令 陶母 截发炎兵 错见魏马之事 乡里传谈 以为贤良 而陶侃 在母亲的延传身教影响下 少长秦整自强不息 后来 由于德政卓著 从一个县立类官至荆州四世 并驾珍稀大将军 功名远波 青史流放 中文字幕志愿者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